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老師 今天講的這個命盤是一個女生女蜜 她要知道她的感情 首先從她的八字結構非常非常好 我上次講十神圖鏽 她具備 第二個 她的人非常熱情 外表冷漠 內心狂熱 然後筆尖結材又有 其實筆尖結材的女人是這樣子 蠻有個性的 這種女人對男人有先天的致命的吸引力 聽好喔 先天而且是致命的吸引力 為什麼 因為現在男生太聰明了 她看到那個女生蠻有自己的感覺的 蠻有自我意識的 然後怎樣 又有專業努力又會賺錢 你說這個男生會不會心動 會嘛 這個女生又漂亮 你看桃花枝一支 這裡又一支兩支 內桃外桃 內外堅修 這種女人喔 我跟你講 對男人來講是極品 是補品 補品 想到補品不好意思 對不起 這是尊敬的話 那我們現在救命論命 為什麼她來問感情呢 一看我們就知道 她不是沒有對象在追 太多人在追了 所以老師從哪補品來就跟她講 你漂亮美著美矣 但是喔 這個 救命來論命喔 你的抗觀性很強 也就是說喔 比較有自我的人喔 不太願意接受老公的指揮 先講喔 我們沒有要仇視 還是歧視女生的意思 沒有 八字是來自一千年前 那時候是封建社會 農業社會 女人等於是男人資產的一部分 先強調 所以對男人來講 女人是算財的一部分 可以支持女人 那現代已經21世紀 我們要不一樣 這種女生是最標準 較最標準的配備 有自我意識 能夠獨立思考 有專業能力又可以賺錢 就是典型的 男人的隔馬 那問題是你跟這種人 在一起的男生 要肚量要大 如果肚量不大就不好 那這個女生 現在為什麼會情所困 因為太多人要追她的 那老師從她的病白 就跟她分析啊 哎呀你的前世今生啊 八字不是隨便來的啊 八字的由來 是從你的莫納斯 阿賴耶斯來編排你 所以老師跟她講 我跟你講喔 其實嚴格來講 2016 2017 他就在走好運了 2018年也不錯喔 他這個女孩子 什麼時候會結婚 2019 2020 老師有跟她講 你要把握 2019 2020 如果你現在沒對象 2019的下半年 你的anada一定會出來 你的soulmate一定會出現 如果你現在有的話 也不要急 你靜觀其變 2019 2020 在你整個的命盤上 是屬於你結婚 結婚的好時機 你要問老師 啊老師 2020以後 還是可以結啊 好像你去市場買菜一樣 你那個時間 恰當去買相同的價格 可以買到最新鮮的食物對不對 食材對不對 對啊 你看那個 你們沒有買過水果 很多那個太太很厲害 那個水果她一放開就去講 因為水果 這麼水果香打開來 第一層第二層是最好的 下面就不好 你看那個媽媽很厲害 水果香打開第一層是最好 因為我們看過都看第一層第二層 不會看到第三層 所以老師跟她講 2019 2020 是你最好的婚或是叫 最好的即時 現在你一定會為情所困 因為沒辦法 因為贈財結財 有沒有沒有辦法 而且你這輩子要小心你的財務管制 這個有一點財務的那個 因為她贈財多 有沒有 結財兩個一個贈財 一個筆尖 所以老師我跟她講一下 這個錢要稍微注意一下 Easy come easy go 感情一定要注意 如果要長治久安 一定要怎麼樣 包容對方 2019 2020 必定結婚 是你結婚的最佳時間 好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石神補秀不錯 來好 今天講到這裡拜拜